乾隆皇帝这个人真的太小气了 眼看跟刘罗郭下棋就要输了 气得他直接把棋子全部扔到了地下 这是何棋 不 不能提 该我提 该我提啊 太上皇 这该我能提 乾隆皇帝为啥这么生气呢 原来昨天晚上 乾隆皇帝举办了签走宴 宴请全国各地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 在皇宫里吃吃喝喝 这样盛大的宴会 宰相刘罗郭也参加了 而且还喝多了 加上刘罗郭年纪也大了 本身他就气短尿瓶 结果他在皇宫里小便 恰巧被和珅撞了个阵阵 和珅跟刘罗郭本来就不对付 第二天就狠狠地参了刘罗郭一本 和珅添油加醋地说 乾隆公乃圣殿龙亭 盛瑞霞掀起吉祥之功 而刘罗郭竟敢公然在大殿之上小姐 这分明是以骚起污秽 侮辱我大清帝国朝延瑞爱 而此刻又在太上皇 皇上面前如此装疯卖傻 刘罗郭这种罪行应当凌迟处死 其实乾隆也明白 刘罗郭这个人本性不坏 是个为国为民的好宰相 自己要是处置了刘罗郭 肯定会被后人留下骂名 所以这件事情最终也不了了之 大度的乾隆皇帝不仅没有追责 反而邀请刘罗郭和他一块下骑 刘罗郭下骑的技术非常高 轻轻松松就赢过了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是个非常爱面子的人 怎么能让臣子如此轻松 就胜过自己呢 所以乾隆皇帝就当起了老赖 直接把所有的棋子都扔到了地上 当着刘罗郭的面就耍起了无赖 乾隆皇帝为什么这么做呢 主要是他跟刘罗郭下了一辈子棋 第一次交手的时候是在金歌棋院 那次输给了刘罗郭一个老婆 从那以后每次跟刘罗郭下棋 两个人都是打成平手 为什么现在刘罗郭退休以后 就能轻轻松松赢过他了呢 刘罗郭直接到明了原因 并不是不想赢乾隆皇帝 以前都是让着乾隆而已 毕竟他是最要面子的乾隆皇帝 不能让他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 所以刘罗郭才选择了退让和隐忍 现在刘罗郭已经告老还乡 不用再穿朝服马挂 也不怕乾隆皇帝摘去他的顶带花铃 现在的他就是一个大耳朵老百姓 所以就不用瞻前顾后了 说了实话的刘罗郭让人讨厌 乾隆皇帝非常的生气 说刘罗郭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恨了 刘罗郭紧接着话锋一转 说乾隆皇帝一声风流倜傥 潇洒敦厚 体贴旧臣 恩宠有加 下棋不过是休闲娱乐的活动而已 乾隆皇帝的能力都施展在了万里江山之上 根本就不会瞧得起这小小棋盘 乾隆皇帝就爱听马屁 刘罗郭也刚好派到了乾隆的新窝子上 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开心的乾隆带着刘罗郭去泡温泉 体验超一流的争丧拿服务 别看这边刘罗郭潇洒快活 背地里和珅已经对他下手了 原来刘罗郭的老婆 最近为刘罗郭撰写了一本诗集 里面记录了刘罗郭所写的文章和诗句 恰巧这件事情被和珅给得知了 乾隆时期文字欲管控的非常严格 和珅心想这里面肯定会有 不利于当时的诗句和文章 所以叫管家和刘罗郭的人喝酒 顺便悄悄偷来一本 好好地研究研究 管家这个时候为难地说道 自己能不能骂和珅几句呢 和珅不解地问其中缘由 您跟刘庸素来就不合 他府上的人对您恨之入骨 您说我要不当着他们家人面 骂你几句他能跟我喝酒吗 管家说得非常有理 和珅也就默认了 不管白猫黑猫 只要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这边张承按照刘罗郭老婆的吩咐 到达书店拿刘罗郭的诗集 不多不少 正好一百本 装了满满的一麻袋 放在小毛驴上就往家走 咱就说无巧不成书 和珅的管家恰好磕着瓜子行逛 假装正好偶遇到了张承 急急忙忙热脸赢了上去 和刘两家本来就不对付 张承直接没给对方好脸色 还说对方就是狗障人士的奴才 和珅就不是个什么好玩意儿 上梁不挣下梁歪 没想到管家也跟着张承 一块骂和珅 大骂和珅是个乌龟王八蛋 这让张承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对方这是什么意思啊 管家说自己已经不是和珅的人了 自己被和珅给辞退了 张承想问明白其中的缘由 对方却说两人找个小酒馆 好好地坐下聊聊 吐素一下心中的苦闷之情 管家说和珅就是个色鬼 是个贪官 不像刘罗郭是个好人 是个好官 和珅根本就没法跟刘罗郭相提并论 刘罗郭为官青年 两袖清风 刚正不阿 才学八斗 学富武车 满富经伦 一番话说的张承有些飘飘然 很快张承就喝高了 醉意朦胧的张承 顺势拿出了一本诗集 宣扬刘罗郭毕生心血 筑成了这本传世佳作 结果还没来得及翻阅里面内容 张承就醉得晕了过去 和珅管家顺利拿到了手 这才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一场饭局完成了大任务 跑到和珅面前邀功去了 和珅是个小肚鸡肠的人 直接问管家在喝酒的时候 有没有骂过自己 管家也没想到和珅秋后算账 只能慌忙地解释说 骂了就七八句 三四句 到底几句 两三句 到底几句 两三句 到底几句啊 两三句 七八五十六 自个儿抽自个儿 五十六个嘴巴 大人 现在就抽 和珅这个人真的太阴险了 管家称他是乌龟王八蛋 真没冤枉他 和珅要如何利用这本诗集 扳倒流罗郭呢 为什么乾隆皇帝大发雷霆 当堂就要砍了流罗郭的脑袋 其中发生了哪些荒唐的闹剧 咱们下期继续分享 视频创作不易 喜欢别忘了点赞 收藏分享加关注 您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